有钱人为什么热衷派 这句话呀有他的坏外音 就是啊 那么有钱了 为什么也会热衷一个虚无缥缈的派呢 靠谱吗 对呀 都那么有钱了 为什么也玩起了派 而且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是虚无缥缈 传闻说呀 沙沙王子也在玩派 尽管我多少有些疑虑 即便他真在玩 其实也用不着大清小怪 如果哪天你听说马云 挖了多少多少个派币 其实啊也很正常 像沙特王子和马云这些有钱人 尤其像马云那样 通过创业获得财富的人来说呀 现在感兴趣的并不一定是钱 对他更具吸引力的应该是机会 那么派算不算是一个机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应该先弄明白 派的价值逻辑是什么 就是啊 他有没有值钱的逻辑 钱是什么 钱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 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钱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我们Google一下就会知道 钱曾经是没所不达米亚的泥板 亚西亚海边的贝壳 太平洋岛国的石头 印第安人镜上的珍珠项链 后来发展成了铁器金银 直到今天的纸币和最新的数字货币 不论钱币以何种形式存在 其作为一般等价物最显著的属性 就是共识 我们下期再见